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毛反球 战国时 魏国国君魏文侯外出游玩 看见 有个人 反球而复出 反穿着皮袄被拆草 好奇地问 为什么让毛朝里而皮朝外呢 被拆草的人回答 我这是因为爱惜毛 喂 文侯说 你难道不知道 如果皮膜破了毛 也就无处依附了吗 陈宇 爱毛反球 由 此故事隐身而来 佳佳爱毛反球 仅号比喻本末倒置 贪小施打 爱如 无所用亚 用亚 用亚 出车 贼小施打 血 贼小施打 胸腕 用亚 贼小施打 爱乌及乌 周武王在功克商朝都城朝歌 建立周朝后 问军师江太公 怎样除智商周王遗留下来的人 江太公说 我听说 如果爱一个人 就应 尖爱乌上之乌 连带爱他乌上的乌鸦 如果恨一个人 同时也应憎恨他的随从家丁 咒王 作恶多端 你可以把他的那些部下斩尽杀绝 武王否定了江太公的主张 而根据周公的建议 让那些人回家种田 自谋深路 陈宇 爱乌及 乌 由 兼爱乌上之乌 发展而来 家家爱乌及乌锦号 比喻因喜爱某人而连带喜爱 与他有关的人或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